NBA新赛季即将开启 究竟谁能成为本赛季最大的独冠热门 小匹给出自己的预测和观点 我认为这个赛季 篮网是最大的独冠热门 在我看来 能阻挡他们的真的也只有少命 还有一个就是凯利欧文的不确定性 杜兰特 哈登 欧文的三驱头组合 加之一群昔日的全明星老将来辅佐 只要他们能保持健康 进入气候赛 他们就很难再被阻挡 要知道上个赛季 篮网在气候赛中 距离淘汰熊鹿仅仅只差了阿渡那只脚而已 他们在欧文倒下 哈登只有一条腿的情况下 几乎就差那么一点点 就淘汰了最后的赛季冠军熊鹿 杜兰特在跟肩断裂的重大伤病后 上赛季冲发赛场 他的神勇表现 完全可以称之为死神彗篮 称他为现役最优秀的球员之一 一点都不为过 相信新赛季的阿渡 他会再次认识自己的物所不明 祝福篮网有点伤病 期待欧文能够找欧文回归 蓝网组冠军 球队定将无望无力